今天我来推荐一款线上非常热烧的食品 泰式辣酱螺非鱼 鲜脆可口 可以自己品尝 也可以在线上销售 方法 泰式辣酱 先煎鱼炉饭的勇气中 再加进酸豆果酱 椰糖 辣椒粉 烤米和红洋葱一起搞均匀 然后再撒上葱和欧芹 在螺非鱼放到容器中 再加进泰国圆 涂均匀 腌制15分钟 然后再用清水洗干净 再把螺非鱼和谷吉粉搞均匀 凉干 放一边 最后把螺非鱼放到鸡蛋里粘均匀 再放到谷吉面包碎里粘均匀 再放到油里炸 炸到金黄色拿起来 晒干油 煎炸好的螺非鱼 放到食品和酒里 配上泰式辣酱和青菜 这样就把泰式辣酱螺非鱼做好了 可以自己品尝 也可以在线上销售 晒干油 因为还是要用晒干油 使用来晒干油 变成冰酱的小火 煎盐 煎盖子里扣成 煎盖子里扣成